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干哥 我们又见面了 给大家小伙伴脱更了很久很久了啊 我还是延续的之前要说要更新的内容吧 就是这个水乎层的jlc 首先说一下 因为当时在超级账本的时候跟大家说了 蝴蝶对超级账本的关照的话 从alc做到延伸到了suprojlc 但是在这个水乎层上面很多人说 其实第二块是水乎层 但是我认为并不是水乎层 它是没有做alc结构的 它从jlc做到了suprojlc 所以呢 我们这一期评测就是这个水乎层的jlc 俗称的这个普水 普通水乎层 它跟超级水乎层的主要区别还是以这个金边勾勒 它普通的水乎层做的是这个白边的 然后超级的是做的是这个金边的 然后它这个颜值我认为是非常高的一款 它相比于老款的水乎层 我觉得新款做的好看了很多 它这里做了一个这个鸟 俗称的这个水乎层 俗称的鸟酥 然后它整体上面做的结构用的面材是这个08面材的 所以因为我还没开始试打 所以我感觉它会相对于其他jlc会持球很多 可能手感会接近于alc的手感 因为有些球友跟我反馈说 反馈说这个板子呢 比较贴合alc结构的啊 他做了在alc上面发木的手感上面去强化了他这个手感 更突出了 用这个08个突出的吃球感 然后 这个是它的一个盒子 它的盒子也做得非常非常的亮眼 它基本上用的结构还是以这个外置 jlc为主的 我们这期测试的胶皮为这个正手的尼奥 尼奥的浦的浦的浦色 40度 反手做的是这个尼奥的尼奥的渗网 37度的 呃好我们 外观部分的话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边打边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水果准出上手体验是小力下有些硬的 很明显的一股非常浓重的J2C纤维 味道和更多提倡的借力的打法 但在逐步加厉后感觉和出上手的体验完全又不一样了 板子明显的吃球了起来 整体的大型明显是偏软一些的 板子出球弧线好发力后质量中等 更多的是保护弧线放弃的力量 而且发现这个问题板子撞击过多二跳有些发虚 也容易偷板下往还给我感觉是弧线打法更加多一些 更多的需要依靠摩擦而不是撞击这盒维持走的是截然相反路线 正手近台防守上面的球过去的弧线很不长 但是落台后弧线的起跳很高 震动幅度不大没有明显的正手感 相比于别的印字板这个板的整体感觉打透是偏软 小力量上的硬在防守上面没有出现 防守上威胁不是很大 更多强调的上台的容错率命中率 推台拉后对直观的感受就是咬球杆很深 有些内置板的感觉但是出球的质量明显没有内置板那么高 也出现了蝴蝶新版本都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大力量下多板衔接之间会出现 啪了一声就会笑网的这种现象 这种感觉很明显就蝴蝶新版本做软厚出现的现象 维持新版上面也有的情况属于损犯也出现了 所以拉球需要更多的去摩擦 无线拔起来后球的旋转出来的比较强烈 但是这个前提是一定要加摩擦 反手方面的话相比正手就舒服非常多了 整体的感觉是要比维持要好的 他的球速不慢 有很好的上手反馈 无线相比正手走的更加的长 撕出去的球弧线上扬的比较多 这可能也是08命才给他定好的吃球表现 反手推台拉球就有一些自动挡的感觉 基本上包的住球上台运就非常的高 而且不需要你发过多的力量过去的球质量都有个很好的表现 台队球的包容性比较好 对手上的完成度要求也没有那么高 侧身为拉球非常容易透板 但是撞击过多的停滞感有些明显 对整个动作的完成度需要更多的向上提拉 如果打习惯维持上面的打磨几盒 打到这个会非常的不习惯 但是打不习惯维持觉得木的打这个又会觉得很好的效果 球的质量过去非常的饱满 但是并没有太充的感觉 防守接力防守上手感很好 到手上的反馈也很清晰 震动明显没有当初阿波罗尼亚那么的夸张 挡出去的弧线也非常好 弧线走的相对比较长 在防守方面的话感觉有些是自动挡的 以后自身的推力是比较少 吃球感要比维持要深一些 板子打到现在我都有些怀疑到底是不是这要系结构的板子了 整体的手感太像这个A要系结构的板子 在正反手转换上面重型跟维持有些是不一样的 它的重型并没有居中感觉在板头的三分之一二处左右 没有968那么夸张的重 但是明显感觉到重型不太一样 这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形结方面正反手是真的稳 弧线的保护也到位 所以打这个板子不会太累 板子的感觉就是异常的透板 那种感觉又很酥脆这种感觉 白短方面的话控制不错 弧线压的比较实 白短控制很好 回球弧线相对比较短 但是在比赛相结和拧拉动作的时候其实是有些发虚了 因为刚开始就说过了这个板子整体是偏硬的 在小力量上面控制相对于形变是相对比较少 它这种硬给你感觉很真实的 还原到J要C上面的手感 好下面我们进入了实战环节 因为当天时间有限 我只能放出录制之前使用输入准J要C的比赛视频 例如按摩 按摩 哇屁... 亦都很小 哇 这会很難弄呀 啊... 这个 弹痛 好 哎呀 水浮笋和新版围石上面落台后的落点基本一致 但是水浮笋落台后的弧线走的是相比于围石要更加高的 围石弧线明显下扎更加多 水浮笋的二条弧线是要跟围石区分开来的 但是同路大型退台后的短促感两个板子都有存在 都需要更多的保护好弧线才能更容易的上台 在旋转和力量上面水浮笋的旋转是要比围石强的 但是在绝对力量下围石是要比水浮笋强 水浮笋在中段力量下是要比围石好一些的 维石板子在大力量下越打才又有数 旋转方面的话维石相比于水浮笋是要弱一些的 好了我们下面进入到这个总结的部分 这是一块更要偏向于弧圈的板子 如果说你是一个暴力流的话 我是不太推荐你去打 然后他相对于他的旋转上来说 我是比较认可的 他对于他的这个防守方面的话 在防御上面借力啊 这种方面的话我也是蛮推荐这个板子的 这个板子呢 它总体上面呢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它小力量会做的会比较偏向于JLC的手感 会做的比较偏硬一些 但是如果你再打透了在四五分力的时候 这个板子是最好打的时候 就是你感觉很吃球 球的自然不会过去很高 但是会很稳 弧线很舒服 但是如果这个板子你加到了八九分力之后 他又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他就会啪一声出来 这球就很莫名其妙会笑啊 所以如果说你过多的去追求撞击打法 去打这个板子呢 你可能会有些失望 因为他更多的是强调了靠你这个旋转啊 弧线去保护 去完成这个拉球 所以为什么鸟叔在退台啊 包括他进台的时候 他的弧线都是 最强调的是他的弧线 而不是追求的是这种撞击的去打法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鸟叔 他两面的这个弧圈打法是很亮眼的 这个板子呢 所以我也这样子大家已经明白了 他的推荐购买对象的话呢 相对于人群的话 相对于就是一些 异议选手当中或者专业选手中 他更加强调的是这种稳定性 而且他以弧圈打法为主的这种选手 会感觉这个板会相对好打很多 他的相似当中他手上的感觉是比较有素的 他的反手又比这个维斯的反手要好很多 他出球很干脆也比较扎实在里面 所以他整体给你的感觉就是他不会有些速度过于过快 但是又不会很慢 他在手上停的时间就足够 他又不会感觉很空 所以他这个反手在这个J钥匙里面 我觉得是做的更加贴近于这个A钥匙的结构了 反手方面的话 我感觉是特别是自己中间台发力之后的感觉会比较舒服 他的反手我是给个好评的 但是他的正手方面的话 如果你更注重于撞击还是这句话 我就不太介意大家去购买 如果你更注重于弧圈的话 这个这是一块好板子 啊 好 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可能就要到这里了 我们讲看下一期要评测的一个板子 就是最近我说你刚刚上市的板子 我已经借到这个板子了 比较热门的一个板子就是这个狂飙旗 啊 就是现在手上这块狂飙旗 这个狂飙旗呢 用的是这个特制的这个W965的结构去 变身演变出来的一个市场把那个板子 他我听说的一边好像是这个零八 那边是零八面材还是一边是IOS面材 然后一边是这个扣头面材吧 他这个结构做的比较另类一些 因为IOS面材是很少很少在面 IOS是很少会出现在面材方面 基本上IOS只会大部分的我们常见 就是在利材或者大型 但是这一次红飙旗把它做到面材方面 我满期待这个四达感受的啊 我们下一期争取给大家更新这个狂飙旗吧 好 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就跟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 喜欢的小伙伴上联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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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